字幕志愿者 李嘉玉 字幕志愿者 李嘉玉 大家好 我是李嘉玉 今天又来到我们从里面一个河里面来捡这个衣食了 昨天我在下面的话捡到有一些可以了 做了一个兔子出来 现在再来这里看看 10英尺 因为这个青苔太多了 只能把那个表面把那个青苔全都扒开的话 下面就干净了 看一下 上面青苔染色了 下面还是没有 比较难看一点 使用昨天的种方法 佛山五云九来看看 基本上已经发开了 这块不行 这块可以哦 这块呢 你看一下这个浴化程度 颜色呢 还是很相名的 就是那个青苔比较多 这里是不是比较干净 因为它这样在下面 因为上面是一些青苔 下面是沙子 沙子盖着的 它长不了青苔色 所以呢 在有青苔的地方呢 用脚这样拨开的话 这会很容易看的 所以呢 下大野的时候呢 等那个雨水晴的时候呢 一定又过来看看 这个不行 也是比较难看的 也是比较难看的 嗯 感觉这个好像可以 这块那个沙子 基本上都是行沙皮了 包着 但这里呢 已经录有一些那个比较通透感的 我们来看一下 感觉还可以吧 看这里是干净的 不知道里面那个沙子是深的进不进去 因为这里呢 看到这里熬进去的没有 这里熬进去的话 这个沙子估计能够去到中间这里 这个我去用 啊 看一下 基本上都是很多 因为底线呢 还有这些西土啊 这个就是那个西土来的 这个就是那个西土来的 在石里面呢 就简单一块小的 一块大一点了 你这么看吧 这只牛肉跑过来这一点了 哎 牛伯啊 哦不是我看错了 啊 他是牛笋啊 牛笋 你在这里这么久了 哪里有石头啊 告诉我啊 喂喂喂 不要不理不采嘛 啊牛笋只顾着自己吃 他不拎我 啊 只能自己走了 哇 如果我不说的话 有很多朋友以为都是 不适合田域哦 他是石英石来的 有点像 有点像 这个不是 这是一块 起石 黄辣起石 也叫做猴子头 因为他呢 比较奇怪 像 不合适我的胃口啊 我就不要你的 感觉这个种水还是有的啊 这里 这是可以的 看一下 这里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的通透感 相对于表面一些坑点啊 我之前说过 坑点太多的话 说明他里面的那个沙字啊 那个棉字啊 都是有的 真的比较难看啊 真的比较难看啊 踩在这些黄模上呢 有点各脚啊 感觉这一块是 可以哦 这里有异化感 这边有呢 但是这个 石英砂 太多了 太深了 这个可以回去切一下 这是一块石英石 这里是有的剪的 就是现在比较难看一点 一块片料 浴化感 可以 但是 杂質相对比较多一点 这里有一块了 是黄皮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表面是不是有很多这些坑点啊 这些坑点呢 就是这些啊 沙字啊 那个气泡孔啊 所导致的 里面的话 整一个基本上都是有 有这个气泡孔和沙点的 这个不是 这个可以啊 这边是有一些那个 白皮 而且呢 这里会有一点这个 轻微鹿肉了 回去切一下才知道 这块差点 这块可以当起实吧 因为这里呢 上面是有一点这个浴化感的 而且呢 这样看起来 是不是有一种压光泽 它是有腊子感的 这个 不要了 现在呢 看到后面啊 牛神那里没有 从牛神那里呢 一直走到 上面这里来 这里有一个草已经过不了了 下一次视频 就从 上面一段 去排上面一段 今天呢 就排这一段 现在回去把它切开 看可以的话 就去丢客 啊 昨天呢 就是在下面这里 啊 剪到有一块那个小的 做了一个 这个小兔子 好了 现在我去把它切开看看了 废话不多说 马上切切切切 这个沙子太多 直接从中间给它切了 切开是这个模样 好像千层胶一样 那个沙路 你看一下 多么的深 我求你们来看一下 看到这个沙路没有 中间这里有一点浴化的 这有一沙路 反过来这边呢 它是不是一样呢 根据外面 必须判断它里面 这边也是 但是这个太小了 做竹竹也应该也是比较难的 这边应该可以做一个小一点的竹竹 这块基本不行了 换一块 这块呢 这里很好 从这里切一道看看 这块切开里面呢 有棉质 这里是棉质 这些呢也是 所以说呢 看起来比较好 但是切开里面 有棉质 棉质的话太多 就不好换一个 这一个像番薯一样的 切开里面还真是番薯啊 真的像番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皮的颜色 切开里面是这样子的 这样的皮呢 看起来比较干臭 而且里面比较粗臭 切开的话里面的浴化不够 这是胶质地的 半透明感 这种也是不行 就这两个了 这里看到有一点那个皮 有点比较薄浴化的 这块的沙太多 两个切开看看 这回玩犊子了 这回真的虾子插眼 没眼看了 因为这两个是好的 但是其他个出来呢 这一个那个棉质太多太多了 看到没有 这里 这个棉 一点一点都是这个棉来的 这边呢 那个沙子现在进去里面太深了 棉质也很多 这些呢 浴化 浴化是很好的 这边浴化也是很好的 就是那个棉那个沙太多了 没关系 那个地方虽然被案流程剪过没有了 我们下一期 下一期就走上一点去看看 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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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